王子给自己涂口红 画上蓝色眼影 点上一颗迷人的痣 盛装打扮参加舞会 他坐在王座上翘着二郎腿 傲慢地看着底下的王室贵族为他献舞 享受着万人之上的优越感 突然屋外风雨交加雷声滚滚 一个老婆婆敲开了宫殿的大门 请求王子收留他一晚 还特意送上一朵玫瑰作为报答 王子接过他的玫瑰 却一脸嫌恶地丢在了地上 说他也配送花给自己 卑微的老婆婆周身突然发出巨大光芒 原来她是个女巫 她决定给让傲慢的王子付出代价 接着施出魔咒让王子长出鬃毛 变成了一头人人害怕的野兽 而从小侍奉她的那些仆人 和臣服于她的贵族亲信 女巫把他们全都变成没有生气的家具 偌大的城堡突然空荡荡 独留下变成野兽的王子 被困在尘封于冰雪之中的城堡 终于是隔绝 而解除这魔咒的唯一方法就是 在这朵魔法玫瑰花凋谢之前 王子找到一个不嫌弃他外貌丑陋 真心和他相爱的女孩 眼看着玫瑰花瓣一片片掉落 王子还没有找到那个女孩只能干着急 直到这天有一个商人 在突然而来的暴风雪中迷失方向 在小心翼翼躲过狼群以后 误打误撞来到了王子的城堡里 里面十分豪华却空无一人 他找到了餐厅这里不仅有温暖的庇物 还有一大桌丰盛的晚餐 饥寒交迫的商人顾不上礼貌 擅自坐下来饱餐一顿 结果桌上的茶杯瓶空向他移过来 上面还有一张会动的人脸 商人吓得落荒而逃 结果跑进来一个玫瑰园 看到没人追过来后 便想摘了一朵玫瑰带回家给女儿 结果被王子看见了 他把商人当做了小偷将他抓了起来 商人带来的马匹看见主人遇害 急忙回家通知商人的女儿贝尔 贝尔看到后知道父亲肯定遇害了 于是在马儿的带领下找到了城堡 他进去以后依旧没有看到一个人 听到父亲的咳嗽声从楼上传来 他急忙上楼寻找父亲 却发现父亲被关了起来 这时王子突然出现 他告诉贝尔想救人可以 条件是他得留下来一辈子待在这里 贝尔就付心切咬牙答应 代替父亲被关在了这个牢狱中 此时一个会说话的竹台 悄悄为贝尔开了门 他坚信贝尔就是来解救他们的人 于是将他带去了早就为他准备好的公主房 会跳舞的浮沉告诉贝尔不要害怕 告诉好好享受这里的一切 这里需要他这个女主人 而此时的王子正在餐厅准备吃晚餐 却发现竹台他们擅自为贝尔准备了一份 他去厨房质问他们 为什么对一个小偷的女儿这么好 竹台告诉他贝尔很有可能是他的真爱 是解救他们的人 王子妥协了 被竹台和钟表一起去贝尔房间 邀请他共进晚餐 敲门之前他们特意叮嘱王子 首先就是说话要温柔点 然后就是脸上要面带微笑 王子软下声音邀请贝尔一起共进晚餐 贝尔却不买账 隔着门 他气愤地问野兽凭什么把他关在这里 还妄想跟他一起共进晚餐 野兽感觉被下了面子愤怒至极 放下狠话不准给贝尔吃一点东西 面对大发雷霆的王子 家具们也非常怂 于是他们凑在一起讨论怎么办 如今玫瑰花瓣凋落一半 他们身上的零件也开始松动 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要抓住贝尔让他和王子尽快相爱 这样才能早日恢复自由之身 此时贝尔缩在房间角落 期盼着父亲赶紧找人回来救他 会说话的家具们为了安抚贝尔 去到他房间宽慰他 茶杯主动倒上热茶 随后走到贝尔面前请他品尝 贝尔被他们的诚意打动 喝下热茶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 家具们十分高兴 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等贝尔来了餐厅以后 家具们开始为他献上 专属于他的餐桌表演 简单的端菜上菜在他们的设计 还有精彩绝伦的表演下变得十分有趣 贝尔沉浸在他们带来的喜悦中 十分享受地吃完了这顿晚餐 饭后烛台还将贝尔送到阁楼下 让他早点回房休息 但贝尔却想起了白天王子警告过他 不准去城堡西翼 他趁着没人偷偷去到那里 看到了那朵正在凋谢的玫瑰 他刚想伸手触摸 王子出现了 还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 警告他离玫瑰远一点 他差点害死所有人 贝尔十分委屈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不管不顾直接冲了出去 要离开这座城堡 家具们拦不住他 只能人由他远去 贝尔骑着白马急驰而去 以为逃离城堡就能获得安全 可他忘了这是丛林 里面藏着到处折服的恶狼 很快他就被恶狼们围堵了 贝尔勇敢跟恶狼战斗 试图找机会逃跑 但他赤手空拳不敌他们 就在恶狼们要对他下手时 王子及时赶到救下了贝尔 但他自己却被围攻 在王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斗下 终于把恶狼们全部制服 贝尔看到王子为了救他身受重伤 没有趁机离开 选择留下来送他回去治疗 而贝尔父亲在回去后 立马求救了村民 请求他们一筒钱去森林救贝尔 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城堡和野兽 最后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 说他愿意陪他一起去 可到了森林里以后 父亲再次迷失了方向 他找不到去往城堡的路 因此那个年轻人原形毕露 他也不相信城堡和野兽 只是因为他喜欢贝尔想娶他 才假装过来陪父亲玩 如今他又冷又恶不想奉陪了 父亲此时才知道他是个坏人 直接告诉他这辈子都想娶贝尔 年轻人被刺激到了 打了父亲一拳 还把他绑在大树上为恶狼 好在一个妇人经过 将他救了回去 贝尔对父亲的遭遇一无所知 此时的他正在城堡里照顾王子 可王子的态度却很恶劣 他还在为贝尔私自逃跑的事情生气 俩人又吵了起来 直到贝尔看着他身上的伤还是没说了 家具们这时才敢出声 感谢贝尔对王子的救助和照顾 告诉他其实王子是受了诅咒 还说王子很小的时候失去了母亲 父亲不管他只知道让他学正午 所以王子脾气乖张 不会表达不会爱人 贝尔对他起了怜惜之意 想着自己应该对王子好一点 而家具们看着他们开始靠近 开心地提前在城堡开庆祝舞会 贝尔被他们感染 一起加入了他们的合唱 以后的日子他开始细心照顾王子 另外他也没忘记诅咒的事 询问家具们要如何帮助他们 茶杯却说自己做了坏事应该承担恶务 而此时的花瓣又掉落了一片 王子从睡梦中醒来时 听到的就是贝尔在他旁边念诗 他接了下一句 贝尔十分惊喜 没想到他居然知道莎士比亚 这一刻他们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野兽张着血盆大口十分吓人 贝尔却没有害怕反而微微一笑 因为他知道野兽不会伤害他 他会陪他读莎士比亚的书 他会陪他一起去骑马 还会陪他一起在雪地里打雪仗 明明被他打中好几下 却舍不得欺负回他 贝尔投桃报李 知道他吃饭的时候不会用餐具 主动教他如何端起盘子喝汤 此后他们经常一起在书房看书 王子也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人 他带着贝尔去了他的秘密基地 说起了他小时候的故事 贝尔也更分享了自己的童年 还有他的母亲他的父亲 暧昧气氛在空气中流淌 此刻他们的眼里只有对方 家具们看出他们之间发酵的情谊 提议举办一场专属他们的舞会 他们像从前一样给王子上妆 给他戴假发 只不过他现在野兽的样子 着实不好看 不过却多了几分憨意和真实 贝尔也换上了漂亮的礼服 美得宛如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 王子看到他实眼里全是惊艳 他绅士地牵着贝尔的手 俩人在城堡的中央 跳着最甜蜜的舞蹈 随后他们来到阳台看星星 王子问他在这里待着开心吗 愿意留下来吗 贝尔告诉他没有自由快乐会打折扣 王子很伤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他 他从魔镜里看到贝尔的父亲 被村民关了起来 听着贝尔说舞蹈是他父亲教他的 语气里全是想念 王子下了决心 把魔镜掏出来给贝尔看 他知道他父亲情况危急 愿意放贝尔离开去救人 还将魔镜送给了他 贝尔十分感积极忙回到村里去 此时村民们已经把父亲当作是精神病 觉得他说的城堡和野兽都是骗人的 正准备把他送去别的地方 贝尔及时赶回来 为了证明父亲没有说谎 他通过魔镜让村民们看到了王子的模样 大家才意识到真的有野兽 光是看着样子就吓得不轻 贝尔告诉大家不用害怕 王子很绅士很善良不会伤人 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反而觉得他被野兽施了魔法 把他和父亲一起关了起来 而其他村民则决定去森林里寻找野兽 一定要率先把野兽制服 不让他有伤人的机会 此时的王子还在伤心 觉得贝尔抛弃了他不会再回来 却没想到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还妄想将他猎杀 家具们阻拦住了野蛮的村民们 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而王子就没这么幸运了 前来杀的人是喜欢贝尔的那个恶毒男人 他谎称是贝尔叫他来下杀手的 让他乖乖赴死 而贝尔放心不下王子 让父亲帮助他逃了出来 他来到了城堡上出现在了王子的身边 让他别误会 男人见谎言被戳破直接开始动手 他带来的枪王子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王子就被他击中了倒在地上 而他自作自受掉落悬崖之中摔死了 贝尔抱着血泊里的王子哭得气不成声 他说出了心中的爱意 他愿意留下来陪他度过余生 此时女巫也回来了 他听到了贝尔的告白 解除了先前的诅咒 王子也被光圈包围起来 从野兽的模样变回了曾经那个 英俊潇洒的英俊人样 贝尔激动地过去抱着他 看过他那饱含爱意的眼睛后终于确认 他们终于可以相守在一起了 而家具们也开始陆续变回曾经的模样 他们紧紧抱着相爱的人 享受着回归正常生活的喜悦 贝尔和王子也出来跟他们相认 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正式开启 余生的他们会更珍惜彼此更加甜蜜